米利将军证实流浪气球不是间谍 情报被民粹绑架 美国技术已尽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 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啊 就是我们的米的嘟嘟嘟啊 接受CBS电视台专访的时候 谈到了二月份的那颗流浪气球 就是被美国隐身战斗机F22打下的那一颗 马克米利呢 说呢 那颗气球没有进行任何情报搜集 而且呢 这个消息呢 是大概率准确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这东西怎么理解 这东西怎么看 其实这个东西跟中美关系 它关系不大 是对中美关系有一些影响 但是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 它影响不大 它主要影响的是什么呢 人们怎么看美国 另外呢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盟友 怎么看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 中美博弈呢 中间的这种 犬牙交错的这种对抗呢 太多了 而且这些东西也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 但是美国需要避免的是什么呢 就是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这种低级的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错误不应该犯 就比如说这个气球这个事 你现在说了这个随便飘的流浪气球 应该是一个气象气球 你说它是一个间谍气球 到美国来搜集情报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错误 它不应该犯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有军事间谍卫星 时常的飞越美国上空 军事间谍卫星 它的这个性价比 它这个搜集情报的能力 肯定比这个气球要高多了 如果这个气球是一个情报搜集的工具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 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情报人员 就是间谍 深入美国 这也是常态啊 美国往中国派间谍 中国也往美国派间谍 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 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呢 是两个事 那为什么还要用气球呢 那这个里边就体现了美国自身的问题了 美国自身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反映了军方和情报部门的精英 就是美国的精英层军方情报部门 与这个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完全脱节 而且已经脱节到了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这个地步了 这些东西怎么体现呢 比如说美国的军方美国的情报部门 他们知道中国什么实力 他们知道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什么样子的 对这些东西了如指掌 然后呢他们知道在常规战当中 美国是不可能战胜中国的 原因是什么 自己的生产力不行 自己的生产力不行 第一批武器被打完了之后 还能不能补上去 中国有世界第一大的工厂 全球最最高的钢产量 然后到时候稀土这些东西全攥在中国手里 美国呢很多东西他生产不了 他生产不了一旦出现了调度问题的话 那么在前线上 中国分分钟干掉美国 那是那那肯定是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多亏美国呢有原子弹 如果如果美国要是没有原子弹的话 战争爆发了 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惨的 这个是美国精英是明白的 而且谈到了这种经济经济这块 美国的精英知道中国的经济经济实力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到CIA的网站 就是中央情报局 他们就在中国经济在产值 这块特别给你标注 中国的汇率 他这个中国的汇率呢 是不按市场来定价的 在这个东西不在市场来定价的时候呢 这里边的统计是有出入的 而这个统计有出入等于什么呢 中国的实际就是说 汇率的这个这个产值呢 是往往是被低估了30%到40% 所以他们用的是购买力评价 购买力评价 他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呢 是美国的130%到140之间 这个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但是你美国的普通民众呢 他对中国的认知是另外一回事 他认为中国呢很落后 很穷 没有实力 只要美国不在那投资了 一撤资 中国的经济就完蛋 一脱钩 中国的经济就完蛋 中国的经济严重造假 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专制的国家领导人呢 特别喜欢往脸上贴金 啊 这大独裁者嘛 特别喜欢往脸上贴金 然后就虚报这个产值 虚报的产值 使得呢 中国统计局统计出来的这个产值呢 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或者呢 比三分之一还要低 也就是说呢 中国纸面上这个数据 不是中国实力的真实体现 中国实力的真实体现 比这个弱很多 然后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呢 吃不饱饭 看不起电视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的精英层对中国的了解 和美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处于完全脱节的状况 但是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为什么非常严重了呢 因为美国的精英层 他可以做按部就办的事儿 但是他左右不了美国政治 为什么左右不了美国政治呢 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手里有选票 他这个选票可以选出一大堆烂七八糟 头脑发热的人 而这些烂七八糟头脑发热的人 他们对中国也有非常强烈的偏见 而这个强烈的偏见现在已经伤害到了美国的自身利益和自身的国家安全 那有人说了 你说美国完全被民粹绑架 完全被民粹绑架 然后呢 我不说了吗 多亏美国有原子弹 如果美国现在又没有原子弹 中国借这个机会 打美国一下子 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了 你也可以说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 美国也可以能借这个机会 只了那八国燕军就过来了 咱这么说啊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的话 不会因为这个事早干了 知道吧 早就做那种事了 不会因为 不会拖到因为这个事 我们只能就是说呢 中国现在有原子弹 美国有原子弹 美国有原子弹 保护了他这一次 要不然太危险了 要不然太危险了 关键点在这块呢 所以呢 你就看到了 军方有对中国一种看法 然后呢 民间对中国另外一种看法 这两种看法完全的脱节 然后呢 民间利用这种反中的歇斯底力 跟这件事 跟这个政治 美国的国内政治 经过了一番炒作 然后形成了最后这么一个结果 最后这个结果是美国想要的吗 它肯定不是美国想要的 全球因为这个事怎么看美国 今儿个啊 第一个流浪气球啊 第一个流浪气球呢 邦一下子FR2干下来 第二个气球 然后FR2又干下来 第三个飞越加拿大 然后干下来的 第四个飞越五大湖又打下来的 美国成天打气球玩呢 你理不理智啊 就这么一个超级大国 就这么不理智 然后呢 这个民间的情绪 完全可以绑架情报 完全可以绑架理性的政治 那这个美国太不成熟了 那这个美国已经没有能力 成绩大同领导这个世界了 这是全球这么看美国啊 那这个东西让美国彻底的 他自己内部的这些事 彻底的陷了一把 然后美国在这个这个这个事的 结果眼上 还出现了俄亥俄火车爆炸案 俄亥俄火车爆炸的事件 然后化学品溪漏 然后这个事被掩盖了一个多星期 然后有人就误以为是因为用气球来掩盖俄亥俄这个事 那使得美国的信誉大减 信誉大跌 那这个东西是美国想要的吗 那肯定不是想要的 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 这个事对美国影响有多大 这个事对美国影响太坏了 关键点在这儿呢 那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让盟友看到了你美国没有定力 你美国没有定力 为什么美国去中国访问 布林肯访中 二月份说去中国访问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保持保证中美关系一个良性循环吗 那保证中美关系良性循环 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博弈要结束 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属于什么 属于结构性矛盾吗 结构性矛盾 美国说要保持霸权 中国要干什么 老百姓过好日子 你不能打压我 你打压我是什么 这恐怖袭击 是种族灭绝的行为吗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结构性矛盾 双方是不可能缓和的 双方是不可能达成像之前那种关系 就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是为什么要保证一个中美关系的定力呢 这个关键点在哪呢 就是说二月份的时候 你可以稳定盟友关系啊 保障地区稳定的承诺 这是你美国的承诺呀 你别忘了 老妖婆到台湾去访问 就佩洛西窜台和流浪气球 这两件事都是错误 都是低级失误 这种低级失误你犯不了 老妖婆到台湾去访问 等于什么 你想想美国在在西太平洋这块 他彰显的他打的牌是什么 他打的牌是安全的 我给大家提供安全的 但是你老妖婆跑到台湾去访问 你这叫个什么玩意儿这是 这等于说是什么 在大家看到了你美国是 还是破坏地区稳定的 你美国是一个troublemaker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呀 你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来了 所以布林肯到这个时候访问中国 美国可以怎么着 稳定地区啊 稳定地区的紧张关系啊 然后美国可以说啊台海 你看台海这个事儿 你看南海这个事儿 你看东海这个事儿 他就可以说了嘛 对不对 要不然美国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troublemaker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然后你再说南海 你再说台海 你再说东海 等于什么 大家一看到啊 你美国不光在台海这会儿惹事儿 在东海南海这会儿也要惹事儿 你是把我们当成炮灰呀 那这不就是美国的形象吗 所以你看看 在流浪气球之后 美国之前主打的一个什么安全承诺 这个最后化为炮影 美国还是那个麻烦制造者 还是那个 这个地区的troublemaker 那美国成什么了 所以气球这个事儿 气球这个事儿 取消了访问 取消了访问 加速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得什么 使得美国错过了一个 维护 维护地区稳定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你别忘了 老妖婆访问台湾这个事儿 给中国的一个先手 流浪气球取消访问这个事儿 又给中国一个先手 然后呢 然后中国获得了主动权 中国获得主动权 还有你美国什么事儿吗 你看看 这自三月份以来中国都干了什么事儿 首先沙特跟伊朗的和平协议 双方恢复关系 中东大和解 中国主导的中沙伊北京宣言 这个事儿 尤其的轰动 其实它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格局啊 这个东西啊 你美国如果二月份把这个事儿办了的话 三月份再出这个事儿 它影响会会最起码会降低一些 但你没想到你美国又给中国一个先手 三月份搞了一个中沙伊协议中东大和解 然后四月份呢 四月份 马克龙到中国去访问 搞了一个中立立场 然后欧洲成为第三级 不知道他能不能成为第三级啊 但是马克龙毕竟说出了这个话呀 五月份 中国中亚峰会 中间走廊 丝绸之路的中间走廊 从喀什到伊斯坦波尔 这条中间走廊 基本上跑通了 然后五月份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事儿 在科技界 中国的5G手机的这个射频芯片 就是射频滤波器芯片量产 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这就意味着 意味着华为的手机可能要回来了 这个大家 这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吗 对不对 六月份我们看到了 涡扇15带的这个G20首飞了 七月份 加者出口管制 中国一直是以主动的这个姿态 对美国进行主动的进攻啊 然后我们看到了 布林肯到中国访问 耶伦到中国访问 克里到中国访问 基辛格老爷子跑到中国去访问 一百岁了 然后呢 雷翠花 咱雷蒙多给华为代言去了 整个这个过程 你美国的这些官员 在之后试图修补中美关系 给大家一个怎么看 就盟友怎么看美国 盟友看美国是什么 你到中国去起降去了 你到中国去投降去了 给大家这么一个感觉 虽然美国这不是投降啊 虽然美国这不是投降 但是给大家一个感觉 你美国去投降去了 你美国去投降去了 这不扯单吗 这不是 然后华为 Mate60出来了 封锁被打破 封锁的被打破 你说你美国二月份 如果把这个事做成了的话 今天后边可能 中国可能还会推这些东西 但是影响毕竟没有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嘛 但是谁叫美国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呢 还是那句话大环境不改的情况下 细节上的博弈 美国是不能犯这种错误的 结果美国连续两个低级事故 给了中国两个先手 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嘛 现在呢 大家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 美国现在是个不理智的国家 美国没有定力的国家 美国无法的再领导世界了 这就是美国的形象啊 这给美国的形象破坏 实在是太大了 那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事对中美关系影响不大 我不说过吗 中国和美国属于结构性矛盾 而现在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意志转移而转移 中国一直在做自己的事 但是这个事使得中国的普通人更加的不信任美国了 你看看最近华为跟苹果这种事 表现的太清晰了 为什么中国人不傻 他明白你美国在干什么 你说吧有人说哎美国这是在欺负中国 POA一下彰显自己的纠错能力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 但是问题中国不是小国 美国可以对一个小国这么干 小国可以去这么去做 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是绝对不行的 为什么中国首先有间谍卫星啊 间谍卫星是可以看到美国这些事物的 所以呢美国是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美国在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情况下 那么全世界就看到了美国的虚弱 那米利为什么说现在说出来啊 其实米利将军呢 他是个军人 他保留着这种军人的那种气质和本色 中美关系肯定回不去了 本来就甭想回去 但是你美国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这个事体现了你在政治上情报上被普通人绑架 然后在盟友这块你没有定力 然后拿F22去表演很调价 同时呢也说明你美国很虚弱 其实这个东西呢给人一种遐想 给人一种遐想是什么呢 当情报被民粹绑架的这一刻 当民粹彻底绑架政治的这一刻 美国彻底失去了对全球的领导能力 等于什么 等于美国的霸权 气数已尽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眼猫 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的请定一下 谢谢大家